吳會長,為什麼珠心算要有算盤呢? 其實珠算是珠心算的基礎,當然要算盤 中國的楊振玲教授都說 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因為他們用筷子的 中諸協會的研究報告顯示 智商三十幾分的小朋友 因為打算盤的關係 會提升到七十幾八十分 算盤在混珠過程中 手指指尖就直接刺激神經元 所以會令我們的神經突足得到最好的訓練 其實我們要求小朋友打算盤 並不是叫他們計數快些 而是想提升他們的智力